一束小火苗一枝事后烟 男人微微一笑 百万丧尸就上了青天 这绝对是丧尸电影中最经典的一幕 它出自丧尸片的《无冕之王》 《生化危机》系列 故事是这样的 爱丽丝在一个浴室中醒来 全裸而且还失忆 房间里放着一张结婚照 这难不成是老公给自己的惊喜 爱丽丝推开一扇门 里面是一个适合自拍的走廊 她刚一走进去 大门繁琐 灯光闪烁 一道激光破空而来 爱丽丝急忙跳起 堪堪毙过刚落地 握了个去 出了通风管道 爱丽丝来到一个医院 好像安全了 可天上有摄像头 地上有病床 好像没那么简单 爱丽丝推着病床冲了过去 刷 刀同天降 差一点就伸手一出 爱丽丝腿都吓软了 小心翼翼的挪动脚步 结果还是踩了坑 一缩子弹把她肚子完全打穿 这其实是保护伞公司的生化实验 目的是克隆出真正的爱丽丝 但他们从来没有成功过 两个研究员走出基地 将爱丽丝曝视荒野 生化实验一日不停 克隆人的死亡就永无休止 而在这个基地之外 美国已经是一片飞途 丧尸病毒爆发之后 美国防疫不力 半年时间就让病毒横扫世界 人类创造文明花了数千年 但毁掉文明 只需要一瞬间 现在人类几乎死绝 丧尸成了唯一的霸主 这里是内达华州 曾经的旅游圣地 现在的死亡沙海 活过了两集的爱丽丝本思 就出没在这一片 她一个人骑车 一个人看风景 孤单久了 就连打丧尸之前 都要跟她聊两句 这天爱丽丝来到了一个 废弃的加油站 不用说 有早就没了 但她却发现了一本笔记 笔记上写着 在阿拉斯加还有幸存的人类 那里是北美最后的净土 爱丽丝有些心动 但她突然一转头 一只乌鸦正在啃食死去的丧尸 唉 连鸟都变成了丧尸 哪还有什么净土 离爱丽丝不远的地方 有一只幸存者小队 车窗上装着铁网 轮胎上按着尖刺 全副武装 抱团取暖 这才是丧尸世界的生存法则 小队的领头人是克莱尔 爱丽丝的朋友 战武扎和卡洛斯也在里面 这天战武扎被丧尸袭击 卡洛斯及时赶到 才救了她一命 队员给她做了检查 没什么大碍 但事实上她已经被丧尸咬伤 却没有跟任何人说 车队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半年来 他们吃着快要过期的罐头 开着没有备用零件的车 生命中只剩下两件事 那就是生存和战斗 谁也不知道 明天和意外 谁会先来临 第二天早上 意外先来了 一名队员刚打开车门 就撞见一只乌鸦 吓了一大跳 回到车上一看 完蛋 地上 车上 电线杆上 全都是乌鸦 仔细一看 这些乌鸦的眼睛有问题 他们全都变成了丧鸦 好死不死 一个伊拉罐掉到了地上 丧鸦开始大叫 黑色羽翼席卷天地 在不祥的叫声中诡异盘旋 克莱尔当机立断 开车 马上走 丧鸦也发动了攻击 对着一辆校车疯狂冲撞 咚的一声 校车撞上了旗杆 丧鸦扑上来 把校车围得密不透风 车里还有十几个孩子 现在全都乱作一团 车上的铁王很快就被撕碎 丧鸦只要击碎了玻璃 一车人都会死 克莱尔只好杀了回来 搭上铁板 让孩子从后门撤离 一个队员不幸被丧鸦卷走 片刻之间就血肉模糊 一个 两个 三个 车队不断有人死亡 有人为了保护孩子撤离 锁上了车门 独自面对死亡 有人为了击退丧鸦 跳上车底 疯狂冲陷火焰 突然 烹火枪失控 眼看就要扫中卡洛斯的时候 爱丽丝出现了 他发动超能力 借火烧天 化作红莲炼狱 漫天丧鸦 进阶灰飞烟灵 战斗过后 有识人永远的倒下了 活下来的也一脸灰暗 他们不知道明天要去哪儿 还有没有吃的 会不会被丧尸咬伤 也变成行尸走肉 爱丽丝知道 他们现在最需要的是希望 于是他拿出了那本笔记 笔记上记载着 阿拉斯加还有幸存者 这很可能是假的 但所有人都表示愿意前往 现在哪怕只有一丁点希望 也是他们的救命稻草 于是他们决定先去 拉斯维加斯搜刮物资 然后朝着阿拉斯加进发 一群人兴高采烈 根本不会想到 有人正在天上看着他们 因为刚刚的超能力爆发 小艾博士追踪到了爱丽丝 他的实验进展到了关键阶段 就差把爱丽丝本体 抓来切片研究 他开上两架直升机 带上一箱强化版丧尸 也朝拉斯维加斯出发了 爱丽丝有个特点 那就是他的朋友 一般活不过两集 他现在有点喜欢卡洛斯 这哥们微笑 战武渣也快要发作了 还是没有说出来 多活一秒是一秒 曾经的赌城拉斯维加斯 现在已经变成了沙城 他们来到了一个加油站的门口 却被集装箱挡住了去路 加油站门口怎么会有集装箱呢 突然集装箱敞开 黑漆漆的箱体里 丧失狂奔而出 众人猛的开火 打死了几只 但集装箱里依然源源不断 大战爆发 很快就有人被扑倒 撕咬 一个队员吓得躲进车里 一转头就撞上了 失变的战武渣 卡洛斯拉住了他 他反身就是一口 没办法 卡洛斯只能开枪 到处都有人死亡 就连塔上的狙击手 也不能信命 同伴们一个个惨死 爱丽丝心里着急 下手更狠 但躲在幕后的小爱博士 这时却关掉了爱丽丝 她双眼一阵闪烁后 就像机器人一样 呆站在原地 地球上最后一颗卫星 此时就在她的头顶上 要想挣脱控制 除非打掉这个卫星 小爱博士以为这把稳了 谁知爱丽丝的超能力 竟然影响到了卫星 CPU火花一闪 瞬间当机 爱丽丝终于清醒过来 她双刀在手 登高一望 保护伞 脑娘和你不共戴天 她杀掉两个丧尸 直奔博士的所在地 大门被一脚踹开 爱丽丝连开竖枪 枪枪爆头 博士慌了 正准备跑路 丧尸拉住了她 等会儿 我先咬一口 小爱博士这下玩脱了 只想赶紧回到基地 直升机升空 爱丽丝晚到一步 外挂班的超能力 直接就丢了过去 螺旋桨瞬间降速 眼看着就要坠落 但爱丽丝手一松 还是放他们走了 直升机现在可是宝贝 要是能弄过来 去阿拉斯加就容易多了 小爱博士回到基地后 开始疯狂注射解药 七八针下去 都开始卸顶了 还是止不住病毒的蔓延 基地的领导 看他变成这副鬼样子 你没用了 去死吧 谁针一枪下去 小爱博士非但没死 还直接抱走了 他使出章鱼手 大开杀戒 爱丽丝一行人 也来到了基地外 直升机就在那里 但外面的丧尸无穷无尽 想要进去 谈何容易 卡洛斯的病毒 也快要发作了 他知道自己没救了 干脆最后玩 他吻了爱丽丝 告诉他 老子替你去开路 等你进去了 记得为老子报仇 说完 他就上了那辆油罐车 眼前是密密麻麻的 丧尸大军 那又如何 撒我热血 一往无前 他冲进丧尸堆里 一个急转弯 油罐车就翻倒在地 丧尸立马围了上来 拆掉铁丝网 就想往里钻 卡洛斯点燃了引线 又痛快地抽了口烟 拜拜了 您内 爆炸清出了一片真空地带 爱丽丝看准时机冲进了基地 趁丧尸还没进来 所有人立刻转移到了直升机上 只要一直往东飞 就可以到达没有丧尸的净土 然而爱丽丝却留了下来 他和保护伞的恩越 今天该做个两段了 此时的地下基地灯光闪烁 管线断裂 到处都是血迹 却看不到一个人 爱丽丝来到实验室底层 这里有一个培养槽 里面克隆的正是自己 这时小艾博士出现了 想要偷袭 爱丽丝制出飞刀 直接把他中伤 我都变异了 还打不过 博士果断跑了 但培养槽却被他打破 克隆挺滑了出来 他发育还不全 挣扎两下后就这么死了 小艾博士逃到半路 发现自己变异后的身体 竟然可以自动愈合 那还有什么可怕的 他掉头杀了回去 两人在别墅里面战斗 爱丽丝无论怎么砍他 伤口都会马上愈合 于是他一瞪眼 直接用超能力硬怼 地板砖倒卷 博士被打飞了出去 但他很快又站了起来 毫发无伤 你这不行啊 看我给你来个大的 这个地方的激光 爱丽丝永生难忘 可惜他操动不了 无论是肉博还是超能力 他都打不过博士 只能等死了 博士也很懂规矩 这个时候开始吹嘘 自己天下无敌 是人类的未来 结果他一转身 天网就扑面而来 把他撕成了碎片 激光最终停在了爱丽丝面前 原来之前那个克隆体没死 是他操控激光救了爱丽丝 北美的基地陷落了 但这只是保护伞的冰山一角 他们的基地遍布世界 个人根本不可能看好 但这一次 他们要面对的不是一个爱丽丝 而是千千万万个爱丽丝 好了 故事到此结束 回想看生化危机一二的 可以去我的主页翻反 好了和夜太累了 我去睡了 拜拜